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20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的 以前都是做到很顺畅的 就是现在这个疫情就把事情搞差 没人上街买东西 但是还是比网店差些 现在好多像现在酒店 还有大型娱乐产户 都不能这么那个还是有影响 他们就不能消费 别人也不能去消费 他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布置 也还是有影响 疫情像这样稳下去加上天气好的话 我相信能慢出去最后是今天 是吧 应该是没问题了 是吧 要是那个疫情结束得快的话 这个疫情就亏不得很快的话 生意这个经济起来了以后 还可以做 要是经济起不来就不想做 那做了亏本那谁愿意做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